今天有改建過後的 月兒 再下一頁 這個就是 威阿瑞 就是街尾就是福德宮 再下一頁 那這一間房子已經改建了 剛才鑽腳那一間 鑽腳他已經改建了 原先是 這個姓王的他們原先在寫對面 還有一家都已經改建完了 那這些木耳 他所以這樣的 只有下面這些 還保留著 但是上面都已經改建了 因為久而久之 你那些木垢的東西不實用 房子有人住 這麼不好 尤其是以前的 所以房子要有人氣 才不會沒掉 很奇怪很好玩的一些 那這是他以前的門面 有沒有看到 我經常會帶人家去數這個門板有幾片 陽宅 門板一定要幾片 單 一定要陽宿 一三五七九 所以現在你去三峽老街 深坑老街 那個是重新建構的 新的 新的 古蹟 那些用這樣的門板 我那次去看也有十片也有十二片的 那都是不符合以前的 這個不懂 不是他們不願意 以前的人很講究這個 樓梯一定單階 那你這個門板一定要單數 所以 那商店喔 因為我剛才講過 他面很窄 所以他的門板就會很小 這個通通可以拆掉 只剩下中間這兩個柱子 有時候有比較大的日子的時候 會通通拆掉 那一般來做生意的時候 是會把上面這個門板拆掉 再把這個門板往外推 頂個竹子 就可以把一些物品擺在這邊 那以前頂的腳 人家就客人就會進來 就可以看到這樣做生意 這個是空間的 一個架構式的 那這個門板以前喔 一邊喔 他 蒙細邦 古早上 我阿嬤感覺沒有說 蒙細邦倒伯吧 蒙細邦倒伯吧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以前是就地取材 一片拼一片 第一片對第二片 第二片對第三片的 他的結構上不會一接三 所以你的倒伯吧 就是你跳過二了 他就縫隙太大 一定要密合 以前是就地取材 沒有大小之分 不像現在的規格的話 撩了十線就是十線 以前沒有 這個板子多大 他就用多大 去接貨 好來下一頁 那這個是也是